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很舒服 感覺很舒服 背部很舒服 我是按背的 背會不會 所以那您是特地請按摩 還是就是光夜市 然後就順便來的 我是特地來的 上班連天加班 所以讓我一下 所以您也知道這裡有按摩 早就知道 他抓的部位比較多 部位比較多 茫眼的 就是這個 比較多 這是成為我們醫師的 他的想法 那時候在宜蘭縣 那時候只有他一個嚴苛醫生 他因為那時候衛生啊 文化什麼都很 就是很貧窮的時候 那很多病人來的時候 眼睛都已經看不見了 也沒有辦法醫治了 然後他看到這一群 盲人的病人 真的是沒有辦法生活下去 所以他用自己在醫院賺的錢 開始在 也是在北城那裡 先建了一個盲人重建院 就是幫忙訓練他們 有自己的謀生能力 就這樣子開始 然後後來才搬到東山這邊 那就是教導這些 眼睛看不見的人 按摩啊什麼 就是只要是他能夠繼續 生活下去的技能這樣子 然後他做 然後這個生完 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這樣做 是不是這樣 充氣的行 手可以的行 輕的 這個小姑娘就輕一點 輕的可以這樣 靈活 好 好 你看看 好 喔 你怎麼拍攝台 這邊是屬於 重建的一個訓練 讓他們學習生活上的重建 還有工作能力的 今天你起來做 左腳的蜜尿石頭 左腳的蜜尿石頭 好嗎 好嗎 這把蜜尿石頭也不在過來 我們家賣了 我們家賣了 看我 我家賣了 好嗎 嘿嘿嘿 你學到那裡 手蜜尿館 好嗎 怎麼進去 手蜜尿館 你們兩個是剛才會比較客氣 手蜜尿館 喔 老師 手蜜尿館 好可怕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我爸爸就跟我們講說 他要建立這個盲人學校 我們小孩子 我們有五個兄弟姐妹 不能像一般其他的小朋友 可以 就是一個醫生家庭 可以生活過得這麼好 我們一定要節儉 然後就是要 把那個錢省下來 可以幫忙這些盲人 請問您常常來這裡按摩嗎 我大概一個禮拜會來按一次 就是假日的時候 都是假日的時候 假日的時候才有空啊 喔 那您來這裡按摩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 把這一個禮拜的那個 酸痛把它處理一下 這邊的師父的手法很厲害 所以按完都會很舒服 我不知道是因為盲眼師父的關係 他們會比較 比較清晰吧 就是有時候他們就一摸就會知道說 欸 肩膀很相應啊 或者一摸就會知道說 欸 你最近身體哪裡 不舒服哪裡 好厲害喔 陳吳醫師大概 在中學的時候 有一天他在基隆中學念書的時候 家裡打了一個電報來 說叫他快回來 然後他還不曉得什麼事情 然後到了車站 就有家人去那裡等他 那時候才大概十二十三歲 剛剛去基隆中學 結果原來他母親去世 所以我想那個事情對他來講 他是家裡的最小的 就是說上面還有四個哥哥嘛 他叫陳武福就是第五的 當然也有姐姐 可是都比他大 所以當時他會覺得說 對他來講是一種 家裡的親愛的母親 突然去世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為母親是這樣生病 突然去世 所以我想他也有想說 我能夠當一個醫生 或許可以幫助別人 來盡量讓人家能夠更健康 不要太早有不幸的事情發生 我想這個對他來講可能有影響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